高级部长南都斯里西山莫丁宣布 从11月8号起 玻璃市、霹雳、槟城、沙巴和吉打 一共5个州署 从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迈入第四阶段 西山莫丁的文告表示 所有第四阶段的州署的标准作业程序 都和之前宣布的相同 换句话说 目前全国只剩下吉兰丹和沙拉越 还处在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 另一方面 国家安全理事会也决定 从11月8号开始 凡是完成接种疫苗的18岁以下青少年 获准进入体育场和所有的运动设施 文告强调 获准进场的民众依旧禁止进食 至于还没完整施打疫苗的青少年和儿童 依然是禁止进入相关场所